萧委会咖啡推介咖啡对很多上班族来说 市美必备饮品 市面咖啡的选择这么多 有集容咖啡、咖啡豆、咖啡胶囊及咖啡粉 消费者应该怎样选 萧委会就寻咖啡因含量以及食品安全等测试 面49款咖啡 从中推选出7款值得推介的满分咖啡 委会于2021年曾检测了市面49款咖啡 包括咖啡豆、咖、胶囊、咖啡粉以及集容咖啡粉 价钱由15美元、168美元 测试内包括检测是否有致癌物、除氦剂、重金属、霉菌与生物含量等等 亦检测了咖啡的咖啡因含量 有7咖啡的总评分最高 全部获得5星满分 当中UCC的咖因含量最高 而Tapvalu除开每课的售价最平 性价比最 萧委会7大咖啡推介 萧委会推介7款满分咖啡名 萧委会测试结果显示 市面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明显差异 集容咖啡粉经过脾取和浓缩处理 所其平均咖啡因含量较咖啡豆、咖啡胶囊及咖啡 样本为高 在测试中 每100克集容咖啡粉可减出2188、4316克咖啡因 而每100克咖啡豆、咖啡胶囊及咖啡粉可 出的咖啡因介乎1117、2380毫克 比集容咖啡粉少一倍 萧委会按照样本标示的冲调方法计算 当中咖啡含量最高的咖啡样本 饮用一杯可摄入约295毫克咖因 饮用二杯便会超过成人的每日建议摄入量400毫 在萧委会测试的49款咖啡中 多达47款被减出基因 癌物丙吸鲜案的Qualamide 只有一款咖啡胶囊及一款咖啡粉酶 简出 丙吸鲜案是基因致癌物及神经毒性物质 食物在高温烘焙下产生的污染物 在煎炸食品 如薯片、薯条中甚为常见 在咖啡中的丙吸鲜案量虽然较一般煎炸物低 但销委会测试的47款咖 样本含量可相差近14倍 当中以及溶咖啡粉的含较高 点击地步含致癌物咖啡名单 销委会再多 46款咖啡样本中验出 有不同种类的除害剂残余 或福尔培、林本基本分、同级莲本 各款除害 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不同 有些会对眼部和咽喉 刺激性 严重的会引致膀胱肿瘤 引起肾脏中毒 引致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 点击地步含除害剂 非名单 咖啡虽然有很好的提神作用 但长期设咖啡因 亦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销委会针对如安全的饮用 及选购咖啡 给出五大建议 亦特别提消费者保存咖啡的正确方法 以确保咖啡品质 量来源 销委会543期选择月刊 超级瞎